Hello大家好 我是健哥 因为我们手头在做几个项目都比较的费劲啊 所以这期我就临时的说一些 我今天就想说了就是关于我们是怎么做淘宝售后的啊 居然两个有些正好上个月遇到有些极端的例子 跟大家分享分享 因为卖电脑这东西你不可避免的 它会有东西去坏啊什么的 而且甚至有些非常倒霉的 就是那种这两期都是非常倒霉这种四五万的机子 就那种顶配拉满的机子 然后呢用了没几天就坏了 真的是首先是非常感谢客户啊 对我们比较的理解 事情都第一时间给他们积极的处理好了 这要是有的那种客户不好说话的 什么炒子要退货了写个小作文啊 那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非常的被动啊 真的是感谢客户对我们的充分理解 让我这还能坐在这边 相对比较轻松的去说这个事法 第一台机枣它是1390k z790 hero 然后支齐的幻风级16g x2 6800频率的啊 没再赶上7200甚至更高频率的不太敢怕出问题 电源是雷神的1200瓦啊 说实话的其实华硕的高电源卖这么贵了 其实它还没有支持延伸的PCIe 5.0题目语的 但是它就是贵 你就认吧 然后机箱是华硕新出的创世神机箱 就是太阳神的新品嘛 其实个人感觉那个三天多的机箱 个人感觉有些设置地方还不如太阳神 但是有的客户他就喜欢嘛 反正是我们装又不是客户装 所以客户喜欢就给他弄嘛 散热器是华硕就特别贵的2000多的龙神二代 就它有一个屏幕嘛 看着LED屏看着就是很高科技 但实际上那个风扇 讲实话是有点 那个水冷有点过时了 散热也不咋的 价格就2000多的水冷 其实可能用起来还没有积来块钱水冷好 但是华硕嘛它就是贵嘛 客户就认嘛 你说这4万多的机子上一个几百块钱的 那这种水冷他们可能也接受不了 反正客户喜欢就行嘛 显卡啊 他就没有上华硕ROG的那个猛禽了 因为ROG猛禽那个显卡真的太贵了 就是都是一个东西硬生生的 比那些什么别的品牌的旗舰卡要贵了1万块钱 ROG那个外壳只1万块钱 这个人家愿意花四五百万买电脑 确实的1万块钱也不一定愿意逃应 我觉得这个钱花的有些太用了 就上了一个ROG全家桶 里面上了一个超龙的4090 然后呢那个机箱嘛 可以上10个积木三代风扇就全部拉满了 这个机子呢是1月29日买的 我当然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春节过来以后呢 每天都有好几个就是那个4090的那种机子 感觉是不是现在小朋友的那个生活都比较好啊 过年的压岁钱都比较多 压岁钱都能买台460电脑 确实有点啊 感觉现在小孩生活条件真不错 1月29日买的1月31号发货的啊 但其实像我们装机子啊 就不管是四五万的机子还是两三千的机子啊 就是每个机子它都有个流程的 所有的配件序列号一个个发给你 其实也是我们就是自自我检查嘛 对吧 万一那天打开机子什么配件一不小心装反了什么 我们也都有记录可以去查 然后呢烤机图CPU烤机图什么的 看看温度看看没报错 显卡烤机图什么什么的 也都发给客户去那个了 但是就非常倒霉啊 2月2号的时候客户收到了 2月3号说什么蓝屏的意思 我们也没有在意嘛 因为偶尔来一次有时候也不可避免的 所以客户2月7号要讲说 每天都会蓝屏几次和影响使用 然后呢 而且客户讲说 真的也比较感觉客户啊 客户拍了几个蓝屏代码给我们 蓝屏代码我们大概看看 主要还是PageFault 您当PageArea这个代码 这个代码大概率就是内存出问题了 其实说实话 我们配机子都不太敢配7000加的内存 就是怕 有的主板它虽然写是7000加的内存 但是我们就遇到过 两根内存 就我们手里两根的那个直起的换风机7000加 我个人感觉可能是两根内存的体质有差异 有一根内存7000加可以稳得过测试 有一个内存7000加它测试就会过不去 但是打游戏倒还好 所以就导致我对7000加内存心里比较阴隐 就基本上到6800就不敢再上了 但是千发万发 我们这测试内存都好的 当然可能我们测试没有跑那种几小时特别全的 就是跑了一阵子没有问题 因为基本上一般内存有问题啊 大部分情况下就是属于一跑测试 马上就报错什么的 像这种跑了一阵子没报错 有的时候因为确实要节约时间嘛 没想到就这次就翻车了 这个直起的换风机的6800内存 哎他就坏了对吧 我们也不耽误客户时间嘛 就是赶紧他发给我们这个东西 我们赶紧我们看看手头有没有D5的内存啊 因为那个时候春节过来D5内存在跌价 手头根本不敢被D5的内存 只好从我们之前做过一期测试的联想认9000K啦 就那个下半块钱的4090机子上面 扣了两个那个三星的4800的16G的那个普条 赶紧发给客户 然后客户收到了换上去了 那个内存用了几天啊 没问题的 基本就确定这个内存坏了嘛 就让他把这个换风机寄过来 然后呢我们给我们检查一下 确定内存坏了 再赶紧送去 赶紧要求长级代理长给换个嘛 而且其实当时好像是不是因为缺货什么 当时给客户装的是一个白色的 是银色的换风机 那客户说对吧 换回来的时候能不能换个黑色的啊 反正对吧 这个客户提这个要求 我觉得也不过分嘛 就跟上去带几张协调 然后等了几天换了一个这个黑色的条子 因为正好反正客户有个4800条在用嘛 就是他那几天也不是特别急啊 反正总共用了个四五天吧 就给客户完成解决了啊 这个是长输一口气 还好就是内存的问题 没有什么CPU主板什么东西坏 真的是长输一口气 怎么怎么的 然后呢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机子就头大了 也是13900KFZ790K2的主板 电源还是用的PrimeGX1000 保12年的 我估计应该是当时那个保10年的Focus 它没货了 因为不知道为什么 一个是海运那边工厂的产能啊 就是最近其实一直是比较低的 就是一些正门型号经常缺货 包括像他们原生支持PCIe5.0的啊 那个那个什么风锐电源啊 他们京东一直挂的1500还1600无货 但是外面买基本到2000加啊 就非常的无理 因为货非常少 他们拿到货的人就炒嘛 所以没办法 只能还是用像用什么Focus跟Prime这些型号去 然后显卡是4090的火神 因为那个客户喜欢搞一个这个屏幕嘛 机箱是客户自己选的 就在衣水的什么太阳神创始神之间 我觉得对吧 算是我觉得看了算一口轻松 因为我个人真的很不喜欢那两个机箱 但是很多客户就RG全家桶嘛 那也没办法 而酷冷的HIF700EVO的机箱 它能上两个420水呢 甚至480水呢 它就免工机安装 还是挺有意思的那个机箱 但是我说实话我个人觉得就这个机箱可能更适合就你自己DIY去组装 因为它它比如说你冷排怎么放 怎么它有很多种可以自行决定的东西 这个机箱比较适合自己去玩 像装整机的话就可能用这个机箱可能会失去不少乐趣 但是客户就喜欢这个机箱 那就随便吧 对我们帮他体验一下装这个机箱的乐趣嘛 这个机子是1月30日晚上下的单 因为好有些配件 在当时还有些缺货码是到了2月5日我们才发货的 2月7号他就收到了 其实这个客户之前买过的 他可能特别喜欢酷冷机箱 他之前是酷冷的C700M 我个人其实挺喜欢那个机箱的外观的 但是那个机箱装起来真的不是特别友好 里面那个结构反正也挺有槽点的 装起来不是没有看起来那么帅 然后他必要有亮点是他那个机箱的那个玻璃 那个是一个弯折的玻璃 当时酷冷老总跟我吹嘘啊 那么他这个他们这个一颗机箱的玻璃 他的那个成本他还叫七八百 因为他的工艺不好做 很多生产的时候良品力不高 所以导致这个玻璃一片很贵啊 所以像我们两个玻璃就1500块钱了 所以我们卖个3500块钱 这机箱一点也不坑什么的 其实我没记住的话 好像辛苦之前也出过类似于 也卖1000多块钱那种弯玻璃的机箱啊 但是我当时看到好像翻车率挺高的 当时好像弄的有消费者弄的 好像做的挺下不来的 搞到厂家什么非常的尴尬什么 而且这个客户感觉也是比较会玩的 我可以放两张图你们感受一下这个 反正我感觉他这个房子的这个所谓电竞氛围 这个RGB感觉比我们的拍摄间都要那个的 全是各种各样的那些灯板啊发光板啊什么东西的 哇那个大屏幕啊什么的 包括你看像这个索尼电视 提到这个索尼电视我就特别无语了 因为我自己也是有好几台索尼的那个4K120的电视 因为当时不知道索尼是哪个版本的 估计让它发抽了 因为我记得非常清楚 一开始我们用307的显卡 GHDMI 2.1 然后呢开4K120赫兹都没有问题的 然后就有一次我记得是 我记得是有一次我直播出来怎么怎么的 然后呢屏幕花屏了什么 当时我以为显卡坏了什么的 后来发现就是那个索尼电视的问题 就不知道索尼哪个固件完了以后 就是307一开4K120它就会花屏 我看看网上有一些用户自己摸索的 因为索尼好像官方根本就非常垃圾出这些东西 根本就不屌消费者 你必须得强制的你去开VR 去锁锁那个游戏模式 才能用 或者说还有的更极端的 就是你用电脑那边你接H 你用DP1.4转接头转成HDMI 2.1 再接到电视上面才能解决 我看到这个问题其实出现了有一阵子了 我个人我印象中就去年就出现这个事情了 我看到今年2月份啊 索尼可能是针对这个东西出了一个新顾卷 因为有的观众说 他说用了这个新顾卷以后解决了 有的观众说他解决不了 那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解决不知道 因为好像这次影响这个电视面还是挺大的 还是说回来就是他这个机子嘛 其实我们发货的时候还一样的嘛 序列号装机图考机图也都发过去 也是非常倒霉啊真的是两个机子紧挨着的 哎呀当时搞得我异常的头大 他用了两三天他就会出现就电脑也是经常的蓝屏 而且他这个蓝屏代码每次都不一样 就毫无规律可循 然后呢这个甚至我看到有比较夸张的 是有这种带方框的蓝屏什么什么的 就是连文字都没有显示权 怎么怎么的 然后他客户还给我录了一个就是 他就是电脑开机还没有进系统呢 啪就蓝屏了 就是以我这种比较丰富的坏CPU进行啊 像英特尔CPU坏一般都是什么 就是就是这种还没进系统就蓝屏 甚至说你装系统装一半就蓝屏 AMB当时CPU坏哎就是那个5000系的时候 特别的时候5950X还给我坏了好多 就是他低负就他烤机 AMD当时烤机都没问题 然后呢就放在桌面上带机的时候 没有什么负载的时候 他会突然蓝屏爆错 WHEA什么实际18、19 哎当时反正我相信有不少观众都遇到个 应该是前年年底的时候的那批的5950X、5900 当时我坏了好多 真的我非常的那个 那从此我就到现在就对AMB有阴影了 就一直包括7000系统 我觉得不太给力嘛 然后主板什么还太贵了就没用 英特尔的话反正我遇到的坏 基本上要么就CPU直接开不了机 要么就这种一开机就蓝屏 然后蓝屏有很大概率会爆的那个方框 放方框 哎呀我当时一看当年不对劲 这估计是CPU坏了 因为CPU坏了就很麻烦 当时像AMD的CPU好多坏 我们得发个新CPU过去 因为当时AMDCPU特别好判断嘛 你直接看下试验材杆器 看个视频WHEA爆错 那个就很容易判断 像英特尔当时就发个新CPU过去 然后呢客户自己会换让他自己换 客户不会换的 我们当地找个人花点钱 让人上门把CPU换的 把换的机过来 那英特尔CPU这个坏 这个反正也很头大 因为不太敢让客户自己去操作这东西 而且那个客户可能就是动手能力比较差 虽然我看他这个电竞防枕的挺华丽胡哨的 但是当他当时让他插拔那层排骨验的时候 就觉得有点费劲啊 没办法 他这机子是长刹的 然后呢又特别重对吧 你不可能换个CPU把客户让他把一个几十斤重的机子寄过来 所以就老客户之前也买过什么 他客户感能感觉出来啊 虽然他已经还有一台这些我们配置 但是还是比较着急 可能确实每天打游戏比较的这个热爱啊 然后呢他甚至当时着急在找我们之前 他还自己花钱找人上门看了看 说实话我是不建议客户这样做的 因为真的是上门的这些人啊 就是水平参差不起 而且大概率水平都比较差 就是没把你配件掉包就不错了 真的不太指望他们能解决什么问题什么的 所以我看看客户是在长沙的芙蓉区嘛 那就当时赶紧就是晚上嘛 找朋友看看有没有长沙的朋友在附近什么什么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 就正好有个朋友他就在那个附近 而且我当时我感觉应该是 大概率应该是CPU坏了嘛 内存坏的概率不是特别大 他正好手头有一个12400F 然后他甚至说他还有那边经常搞电脑 他有硬盘啊备用的硬盘啊系统U盘啊什么东西 啪啪啪就很快就上门了 结果后来客户跟我讲 那个小哥带了很齐全的配置过去 就是发现没有带螺丝刀啊 所以他还自己拿着自己的螺丝刀给那个小哥去弄的啊 后来是的是因为一换12400F一排除一动嘛 很快就发现是CPU坏了吧 当时那个1390KF你放到那边带机 怕都能蓝屏 怎么换了12400F就好了 那就稍微一下吧 给客户先用12400F嘛 反正今天晚上能用了 我们寄过来换个新的给你花个几天 然后呢当时就是也挺有意思的 12400F带个4090 客户因为他可能是接着那个4K的那个索尼的电视嘛 他倒说用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因为你分辨率上去以后 就是CPU影响不是特别大 因为基本上都是CPU在等显卡 就CPU性能差一点 可能这游戏这种影响不是特别大 但说了这样说 那么还是有些别针就干i5带4090这个也有些太极端了 然后这搞笑什么 他这个CPU换回来以后 那我们放在第四平台上面去测 一点问题都没有什么烤机带机放了大满天都没问题 一放到第五平台上啪几分钟就蓝屏了 各种各种蓝的各种乱七八糟的奇怪代码 哎呦怎么怎么的 反正就挺无语的 对吧 这得亏的我也不知道这话怎么讲呢 那如果说这个机子是双弯才第四的内存商 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怎么怎么的 哎反正倒霉吧 CPU还能遇到这种东西 然后呢当时但是韩之外保险起了换了个新CPU 把那个新CPU用了一整天没有问题 啊然后再寄过去了 才算是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吧 后来呢我也问了问客户对吧 那你换完这个新CPU以后有没有问题啊 他说玩地平线5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是会闪退 别的就都没有问题了 哎这时候赶紧给客户说嘛 那这个基本上是游戏本身问题 因为地平线5其实不少用户都会遇到玩游戏闪退什么的 那你可能要开一开加速器 然后要关闭一些类似于什么腾讯暗篇保护之类的一些拉小道进程 才能那个反正我也觉得挺无语的 微软的这么一个大游戏玩的也挺多的 还会出这种问题也挺无奈的 但是说实话讲完这东西现在我讲的轻松嘛 还是开头说的吧 我真的是特别特别感谢客户 你正常人花四五万买了个电脑 然后用了两三天电脑蓝屏了就无法使用 他没有什么吵着退货发什么小作文去挂门 说你看这还什么博主呢 天天说自己怎么怎么花四五万买个电脑 这么垃圾怎么怎么的 如果说当时就非常倒霉 这两个客户全都去闹事的话 我觉得真的我怎么解释 我怎么解释这电脑它的CPU跟内存 它就是坏了对吧 那反正我肯定弄不坏人家正要退货啪啪啪 就非常的头大 所以真的是非常感谢客户 就是虽然遇到了这种 就是不是很希望遇到的事情啊 但是客户对我们还是非常相信的 对吧 确实也耽误了客户不少时间 因为要做测试啊什么东西的 他们还是对吧 相信我们对吧 能继续去解决问题 没有去闹事什么东西的 而且即使你看就是我们用的配件 我们都去每个都去做测试 但是也没有办法去保证它完全不出问题 那有的次用了两天它就坏了 我们也非常无奈 所以也就是遇到这种东西嘛 我们也就是第一时间去给用户去解决 对吧 有的时候能在当地解决的 我们就花点钱嘛 当地找找朋友什么的 也是正好巧的 这两个例子正好都是那四五万的机子 也不是说我们什么邪名爱富什么 什么贵的机子就怎么怎么 其实我们疫情之前嘛 有的那种四五千块钱机子出了问题 特别是比如在省会城市的嘛 有的时候确实就麻烦当地的朋友帮忙 处理处理搞搞弄弄 都有过啊 只是对吧 前两年一直是疫情嘛 所以好多时候 你当地根本就找不着人 或者说有的时候找到人了 哇出来一趟太费劲了 但是现在疫情慢慢的解散了嘛 慢慢的消除以后嘛 反正有一些能本地售后处理的 我们也会慢慢的去本地 但是这个还是也是说实话 这东西我们没法保证 因为确实我们最怕什么问题啊 就有些那种很悬悬的问题 就是你很你要去找一个故障 非常的费劲 像这种东西 我们也不好意思去麻烦我们当地的朋友怎么怎么 对吧 你请他帮个忙 你测了两天都不知道哪个配件有问题 有过有的就是这么悬悬 这种都是我们还记过来 有个小问题 比如说明显的啊 CPU坏了 内存坏了 水冷坏了 电源坏了对吧 发个新的过去让当地朋友帮忙弄一下 也省了客户来回记了 这种东西我们就能做就做 其实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也不是说我们就良心什么东西的 必须要强制别人 不可能所有卖电脑的都这样做的 也不是说我们什么做什么就良心卖家什么的 只是我们一是我们的卖的时候 其实就把这一部分的成本算在里面了 我们首先就是说我们平时做用的品啊 以尽量一些质量好的品为主 然后测到平时装机的时候也有测试 比较认真 就首先把一些很明显的到手坏的一些故障 我们就给你排掉了 所以这样其实我们这次数据倒霉啊 一个礼拜之内连续出了两台4090挂的 但是我们日常当中遇到这种售后的是非常非常少的 对吧 因为少所以我们就也有这个时间精力对吧 去当地找人什么什么去弄的 所以就也不 所以就是我们实际上就是把这个概率跟成本把它控制好了 算在了这个算在什么主机的价格里嘛 所以这也是我个人一个东西啊 你卖电脑这个东西就是拼价格的话 确实没什么技术含量 对吧 你赚5块钱还有赚4块钱的 这永远拼下去没有一个东西啊 所以我也不愿意去剥削员工 所以就说保证一个合理利润遇到了 把它弄好就行了啊 最后还想说真的是特别特别感谢这两个客户的理解啊 没有写小作文给了我们充分的耐心 还是真的是哎就做生意嘛 这个你不知道 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以一个比较真诚和认真的态度去面对每一个产品的啊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啊 讲了这么多啊 就忘了说了 其实我们淘宝店这个之前我们做了好多这个当时的这个定制T恤 哎 现在是做太多了 卖不掉了 现在基本就是平价 甚至亏个运费抛了 大家觉得不错的话 就买一买 因为这个 哎我这个肚子太大了 就浅了 其实还是全棉的穿的非常舒服的 在家里面你不行当个睡衣穿穿也可以吧 如果没有那个小单课点赞 因为我们是全的YouTuber你们能够分享一下 如果想聊点更多的电脑资源吧 给我我们微信公众号 潮玩客CLK 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 可以来到淘宝店铺潮玩国度数码 或者淘宝图商品潮玩客 在潮玩客我见我们下次见 拜拜